什么都没有人没了 已经知道吗 已经通知完了人已经没了 夫妇等了这么多日 还未等到失踪亲人的消息 一班家属情绪激动 星期日去到官方召开记者会的会场外打探消息 还有几十个住在爆炸现场附近屋苑的业主在场请愿 他们戴着口罩 手持屋苑的照片拉起横額表达他们的诉求 他们担心爆炸会产生有毒气体 加上房屋事后出现裂防 要求政府回购受损房屋 事实上爆炸威力巨大 很多在附近的屋苑受损严重 就算在单位内都见到满地杂物 因为现在已经做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时半会肯定是做不进去的 因为我在对面上班 上班也已经不能去上班了 然后就想着回老家去待一段时间 因为避雨下这边的空气 面对居民业主的诉求 天津当局未有正面回应 只是要求民众相信政府会有解决措施 另外天津奔海区委公布 将对住户发放临时租房补助 爆炸至今造成112人死亡 还有95个消防员失踪 虽然搜救工作继续 但当局估计找到生亡者的可能性很低 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介入调查 要检查爆炸中所涉毒疾等等的问题 ONTV都望电视新闻堂报道